财经APP 今天我们从什么新闻开始 我们先从最近比较热门的烧烫商的议题开始 是是是 我们都知道说八天城包造成很多人烧烫商 刚好就是跟新邦有报导一些国外的医疗科技的新闻 刚好就一个最新的是针对烧烫商的治疗方法 用出来这样子 它叫做Resale Resale就是有点再生的味道是不是 对 再生 它是一个再生喷雾 哦 再生喷雾 用喷雾吗 用喷的 一般我们要换皮啊 或是说治疗那个皮要去涂药膏嘛 是 那它这个不是 它就直接就是用喷的 喷在你这个烧商的部分那它就会再生 哦 所以就不用再直皮吗 它就可以取代直皮的这样的动作吗 就是比较二度烧商可以啦 可是如果说那种已经是需要 深层的 深层直皮那个可能就不行 OK 对 那可是它这样的好处是说 可以让这个直皮的面积变小 哦 您是说移植的皮肤的面积是不是 对 就是说它比方说我 本来我需要二十公分平方好了 那我要把它变小的话 那其实我的覆盖面积 就是说我要找皮就比较好找 大家可以把一些比较 没有那么严重的皮肤的部分 让它做再生 那你的皮肤的部分就会变少 就是说我通常来讲 那个就是如果要用移植皮肤来讲 最好是用自己的皮肤嘛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但是呢 因为移植皮肤的过程 可能会造成二度的疼痛 或者是说你还要移植相同大小的 这个烧伤的这个范围嘛 因为这个不用嘛 对不对 对这个不用 而且它的技术就是说 它把患者的那个皮肤身上取下一块 那取下这个皮肤之后 它去做这个皮肤的再生喷雾嘛 它用酵素分解 然后我就把它喷开来 那在这种一度啊 二度的烧伤病患就很实用 它就可以铺喷整片嘛 我整个背它都可以做再生 听说它的那个使用的量 如果正常皮肤是一比一的话 它是可以有八十倍 对对 哇这个所以你就是说 一般人就不用经历这么疼痛 譬如说我可能百分之二十的烧烫上面积 我就可以用二十以内的那一种 这个很小的很小很小的这样的一个皮肤 然后去做这个原料嘛 对不对 对而且它这个技术在1993年就提出来了 哦 那应该很全熟的咯 对然后2002年的时候 有巴以岛爆炸事件嘛 有202个人死掉 那一次他们就有用这个皮肤战争技术来 皮肤治疗 可是这个东西是测试哦 那商业化的话就是要让美国FDA认可嘛 是 去年才核准临床实验扩大到五岁以上 为什么 然后欧洲 澳洲 加拿大 墨西哥 中国 这六个国家已经 跟区域它已经上市了 可是FDA只是核准说 我可以扩大应用在五岁以上的孩童 诶 如果这么好用 为什么它不扩大应用呢 这需要很严格的测试 所以FDA它很精神 所以你能说美国的标准比较高嘛 对对对 OK哦 然后这次它就是使用可能一次要六万到十五万台币嘛 属于一次性的 那在台湾接触度就很有限 所以它这次就是他们总公司就是针对台湾的伤患 他们愿意免费提供五十套给卫福部用 是 对 就是赠胜给台湾这样子 然后三种的话在昨天已经跟这个加工事合作嘛 他们用为了两个伤者做这个手术 是 OK 所以这个次也有应用在我们这一些这个承报的 对对对 这个受伤的人 先选两个人用嘛 是是是是 一个是80%烧伤 一个是60% 80%烧伤的也可以运用在这个 对对对对 它它主要是治疗这个下肢的伤部嘛 OK 手术两小时就完成了 就是用喷它就是 就有点像我们喷气一样 就把整个人都喷完 嗯哼哼哼 对 真的啦 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是非常有效 这真是一大福音 因为你不用再忍受那个移植皮肤 要从你自己自体皮肤上面 一比一的再移植到过来 对对这很辛苦 真的啊 所以你只要这个 自己皮肤上面这个取下一小部分之后 然后就可以做成原料 然后就可以这样进行治疗的话 真的是对这个烧套伤的病患 有很大的帮助啦 其实未来就是说这种复制技术 或者说利用干细胞 是 我我把这个细胞再复制更多分 其实也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 这叫做resale是不是 对对对 它是叫做再生医学嘛 对对对 OK 这个应该是未来的显学啦 对 然后日本他们有推出这种特殊胶原蛋白 是 也可以用在这个伤口的这个复原 哎呀一般胶原蛋白大家都知道是用在美容啦 对对对对 就是说可以撑起那个细胞嘛 对对不对 那它这样子也是有相同的原理吗 对类似原理然后就拿来用嘛 然后再来就是说3D裂印 3D裂印也可以 对就是刚好就是2014年去年的国际发明奖 是 大奖得住就是这个加拿大的两个产品 他们就叫做print alive 就是把印出跟真实皮肤很像的人工皮 这样子会有排斥的效果吗 这样还好 因为你的问题不会用很久啊 它放上去好像是一段时间就要拿掉嘛 就要换新的了 是 它这个只是暂时阶段性的 所以说它利用3D裂印技术来做其实是OK的 这样可以让那个患者减少感染的风险 再说它有使用患者本身的细胞 就是用患者本身的细胞作为这个圆形嘛 这样是不是 对对对 OK 所以它的成本会很高吗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的resale 哇很贵耶 6到15万亿 是啊 这个裂印的我猜应该也是啦 也不便宜哦 对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 3D裂印一定会用在航台医疗 这种高单价高毛利的产品 才有办法称得起来 一般的我觉得是都没有办法用3D裂印来做 根本都太高了 是 所以这个看起来应该未来的发展 还是要靠这些东西了 3D裂印这个真皮耶 这个现在运用的状况怎么样呢 3D裂印有点奇怪 就是说它在一些机构上有测试使用嘛 然后对于一些国家来讲 已经在测试了 但是就是说 它要大规模用还要很久 是 对 OK 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 它那个上面好像讲说 刚刚有讲说 因为那个皮肤有的时候受损伤是凹凸不平嘛 对不对 对 然后它也针对这个凹凸不平去做 3D裂印 打磨耶 打磨 对啊 就是说你深层皮肤 如果那个凹凸不平的地方是深的 我那个地方也可以 就3D裂印的时候是大深一点的 对 就完全是客制化 完全密合啦 就是完全客制化你这个相关的需要 哇真的不得了 所以每个这个新的科技 resale OK 再生医学 未来的显学之一 对 你看到现在说 我们现在为了治疗这些相关 要花很多时间跟能力嘛 而且要长期的 对 长期 然后其实跟这些新科技比起来 真的是 不能说落后 应该说是很辛苦啦 是 所以说这种新科技可能未来 确实都对的 那是有帮助的 对啊 这个当你不需要的时候 你透明感觉 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觉得哇 我们的科技为什么还没有这么进步 对啊 这个确实是差蛮多的 不论如何呢 这对这个任何的烫烫伤的这样的这个患者啦 不只是八仙尘暴的这个受伤者 都是一个福音啦 这个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未来的显学 再生医学 那也是有几个这个再生医学 这个人工皮的这样制造的方式啦 对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讲无人机 有超小无人机 叫做Sky Sky at Nano 火柴盒大小 火柴盒大小 它能做什么 那个只能拿给小朋友玩吧 就很像玩具啦 是 它的尺寸只有4公分 乘4公分 乘2.2公分 重量只有11.9公克 这跟我们一般在玩那个模型飞机有什么不一样 它非常小 它小的程度 就是说 真的很快 很小 就在你的掌上 也非常小 然后它是 它可以飞就是说 夜间飞行啊 平常的飞行 它就拿来做玩具 然后你练习操控无人机 因为我们知道 越小应该越难控制 对不对 因为它那个 你只要稍微去 这个移动了一下它的角度 它的可能 这个角度就会变很大 对不对 就是它这个实际上移动的角度就变很大 所以操控的角度跟那个实际上移动的角度 你这样操控上面是非常困难的 对 那我就要问了 它这个大部分可以用在哪里 还是只是玩耍而已 玩耍跟练习无人机的操控技术 OK 因为越加它很小嘛 我在室内做OK 事外我觉得很难 是因为你知道它只有11.9公克 代表说风 风一吹它就偏了 它也没有狭伤力就是了 对它没有狭伤力 可是它真的很轻嘛 然后风一吹 因为它实在太轻了 我觉得会大于它的动力 OK 它可以拍照吗 它可以拍照 好像可以加装模组来拍 OK 对 但是其实它 这个版本是没有 因为它只有卖35块 这个是没有办法空拍的 35块钱 大概1000块台币左右了 对对对 那对于那种几百块的相比 这个就是比较像玩具 然后也可以让你练习 不然你会觉得 我今天拿一个500块美金的 就玩坏了怎么办 会很心痛啊 对因为这个操作 其实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不过因为它轻啊 应该也很耐摔啊 对很耐摔 所以你就是玩玩摔 这样 然后我看到它的画面 它是四轴飞行器啦 OK 有四个运动的轴 这么小还可以有四轴 那太厉害了 好了 不过因为无人机 运用越来越广泛嘛 我们上次也提过 其实无人机的安全问题 也值得重视 对不对 好像现在已经有这个 反制的无人机的 这样的东西出来了 对 在美国做了一个叫做 ZoneShield 就是无人机的 防止无人机 进入你的隐私的区域的 这个设备 它是用什么样的原理啊 是用防护罩吗 它是这样讲 它是说 它是去分析 这些无人机的声音嘛 是 然后判断它是不是靠近了 靠近的时候 就会做一些 应对的东西 就是预警检测啊 刚刚也说 其实无人机要来了 这样子 所以它是sensor 这个无人机的声音 对对对 所以用声音来 哇那不是跟那个蝙蝠一样 对 它的这个准确率非常高 哦真的吗 所以它的范围 大概有多长呢 涵盖的范围 范围它好像没有特别讲它的范围 OK 对它的范围应该就是说 比方说我今天是白宫好了 我想要知道说 有没有人机入侵 是 那我就可以提前知道嘛 对 这个范围它一定是可以的 或者说农场 或者说是一个大型的建筑 然后就把它装在上面 哇这个重要的军事设施 好像应该蛮需要的 对对对 然后你要拍电影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用这个装 避免有人来偷拍你们的场景 这样子 哦对对对对对 哎不过呢 美国好像不准它输出 对不对 对因为如果说输入到英国的话 英国觉得把它输入到中东区 哦是这样吗 所以他们把这个科技还视为是一个 蛮高科技的东西 国防安全的东西 对因为你知道他们在 中东地区不是要打击恐怖分子 是 他们都一直用那个全球之音嘛 哦 那个其实如果说被 真正的道歉师 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这样很头痛 每次无人机要去的时候 就会被发现 哇这样子看这个美国这样的动作 就显示 哎这个东西应该还蛮有效的咯 对对对 这个这个其实 当然它只能针对一般的无人机 可是如果说你有这个技术 我把它改一改去侦测 侦测美国军方的可不可以 搞不好是可以的 可是军方 我一直很喜欢 那个无人机 然后一般雷达难道侦测不到吗 它有那个逆中的这个涂料 哇OK 对然后 可是它的频率跟它的那个音频的声音 其实是有一个坡是可以查得到的 而且如果它很小 说实在的你没有办法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但是如果说你真正它的声音的话 其实是有办法找到它的位置 或者说 避免它确实是快出现了 好啦这个 所以这是无人机克星 所以任何东西出来之后 都有一个反制的东西 也会被研发出来 好这个 未来看看发展会如何 这个研发下去 好接下来呢 昌明 谢谢 我们看那个 法国有做一个市场的挑战登山的这个新的这个APP 就是手机用一个APP叫做Navy Randal 让这个五名市场的就是说盲人 他们用这个手机跟这个APP 靠语音导航就可以越过法国东部山脉这样 没有任何的导游背叛 这个会不会太夸张太危险了 这感觉好像有人跟你讲说那边是无人驾驶的那个车子你敢买去做一样 对他这个做的很不错是说他有GPS嘛 是 欧洲的这个卫星企丽略 嗯 很准之外他还有电子声音来引导 哦是语音的 OK 对比方说你现在要走11点方向 嗯哼 走200公尺 是 然后你就这样走嘛 你就不会说 哎不过偏了 你走偏他也跟你讲说你要往左修正 几度这样 天啊 可是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啊 因为我知道山路的状况是非常多耶 他这个只告诉你说你要往什么角度这样的偏 或是往什么角度走 那问一是石头上面他有办法侦测得到吗 前面有石头或是有落差 这个可以啦 哇 但是就是说 如果说GPS迅速比较弱的地方可能就不太适合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现在要改善这个技术 反而是GPS的这个效能 嗯 比较受到质疑哦 对因为你要很正确的路径才行 不然就会真的会走错 哇 不过这个要是我的话我是不敢啦 哈哈哈哈 真的有点恐怖耶 靠APP然后就这样子可以越过山脉 对 这个台大的学生是不是要来试看看这个东西 可以试试看 对对对 然后跟他申请这个费用好不好 可以啊 OK 好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最后就是Amazon他玩这个耳闻辨识的技术 耳闻辨识好新的 我们有讨论过指纹对不对 有讨论过这个眼睛 红膜对不对 对对没错 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这个辨识的方式 还有脸型 就是没有耳闻这个东西啊 请一下耳闻要怎么辨识啊 因为我们每个人耳朵跟耳阔 都是独特的弯曲跟凹凸 其实都不太一样 都有一个特征的点 比方说你在上面弄四五个点 关键点好了 它的位置都不一样 就可以判别说 这个人的耳朵跟这个耳朵是不一样的 那我用手机的那个相机 他去做检测 他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谁 然后他那个专利已经在上个月九号取得 不过你讲完这个 我想到一个画面你知道吗 我必须要把这个手机啊 拿到耳朵这边来拍照 来看我的耳朵对不对 是要这样吗 不用 就是你比方说你接下电话 对不对 是 一般都要用手指滑过去解锁嘛 不用 你就直接拿起来放到耳机 它自动辨识你的耳朵 然后就可以直接讲话了 这个速度其实是很方便的 所以就是你接电话的时候 直接拿起来放到耳朵旁边 要听电话嘛 对不对 那就直接就解锁了 对 OK 这样子听起来还蛮合理的 对啊 可是现在很多人接电话是不用耳 是用蓝牙 对对对 就是另一种 那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然后他还可以辨别说 一个人的左耳跟右耳嘛 也可以针对这个左耳调整不同音量 比方说右耳它的需要比较大音量 左耳需要比较小 它这个可以自动 自动做判断 是是是 所以呢 这个左右耳的这个声量 它都还可以这个做调整 对 做客制化 那它其实就是说当作一个协助的角色 它不是要跟子文辨识竞争 它是说相辅相成 更安全或是说更方便 这样子 就是提供你多一个这个辨识的方式是不是 对对对 不过我看那个亚马逊或是这个亚护 他们他们还做一个什么body print 哦对 所以就是说任何地方都可以做辨识吗 对比方说你的手掌 掌纹 都可以 可以 是 你发现它可以做辨识吗 手掌掌纹这个很 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认识到 对对对 或是拳头的那个前端 拳头前端也可以啊 对就是它那个其实每个人也都不太一样 是是是 哇所以这个 这是它这个body print的 那它到底是这个能做些什么样的应用呢 应用就是说 我觉得在辨识不同的情境下 我可以做辨识 是比较方便啦 好啦就是说当辅助 对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错误率再降低 所以这个科技越来越进步啦 有些东西就是超过你想象 你都没有办法想象说 我们以前讲那个红膜啦 或者是一般的那种辨识啊 对 眼睛啊 居然现在还可以用耳朵 然后拿起电话来就可以接电话了 OK 所以这个 看看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辨识程度啦 只要不要输入密码 我们都可以接收 没错没错 OK 好今天就谢谢昌明 带来我们这个很多这个科技新知哦 也希望下星期昌明 可以带来更多不同的资讯 谢谢昌明 好谢谢你好